目的将中国主权评级展望降为负面 又将18家中国大切的评级展望降为负面 而美联储与明年初将可能有大动作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前两日 全球三大评级机构的目的 Moodis 将中国的评级展望 从稳定改为负面 目的调整的理由是 对大陆中央政府 向地区和地方政府 以及国有企业提供财政支持的潜在成本 表示担忧 此外 目的还发出警告 中国的经济增速正在放缓 而且其庞大的房地产行业 开始萎缩 不过 目的对中国政府的总体信用评级 仍然维持在A1的评级 这是处于投资级 或是总体风险较低的中间水平 总体来说 目的这次的举动是发出一个警告 但是对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 没有改变 然而 这种警告 却有可能在未来会导致 主权信用评级被降级的风险 就在目的调向中国的主权评级展望的第二天 又把18家的中国企业 其评级展望 从稳定调整为负面 这18家中国企业 由三家民营企业 分别为阿里巴巴 腾讯 及腾讯音乐 其余为13家的央器 及其子公司 包括中国中车 中国移动 中海油 中石油 中石化 东风汽车等 以及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和国投集团的一家子公司 目的调降这些企业的评级 其中的理由是 这些中国企业的评级 受到中国主权评级的限制 当主权评级展望被下调 将导致这些公司的评级 也被下调 意思是说 主权评级都被调整为负面了 当然要找一些典型的大企业 也调整一下 否则说不过去 目的连番调整 中国主权和18家大企业的展望 这就有一些门道了 到底是真的有需要调整 还是说另有猫腻在其中呢 先看一下中国政府的回应 对于目的调降中国评级展望的举动 中国财政部的回应是 一 中国经济向好发展 税收等各方面收入大幅增加 二 中国GDP呈现整体向好的趋势 即使受此前疫情影响 以及国内外环境因素的作用 但是 中国GDP的增速仍然十分明显 世界银行 IMF等国际机构均认为 中国GDP增长可以达到5%的目标 中国政府的回应说法 有没有道理呢? 目的调整的是中国的主权展望 中国政府因此回应说 中国的经济展望很好啊 就连美国掌控的世界银行和历届总裁 都有欧洲人担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也都肯定中国的经济增速 中国政府的说法有道理啊 目的有什么理由 调整中国主权展望呢? 回头看 目的调整的理由 主要是担心 中国政府的财政健康状况 看起来也有道理 对吧? 这就好比要找一个人的麻烦 要批评一个人 总能够找到理由 没有一个人是完人 都会有一些缺点 国家也是 任何国家的财政状况 都会存在一些问题 重点是 要看整体 目的调整的理由 当然有其道理 但是 如果中国的总体经济前景 是向好的 GDP增速能够达到5% 这就应该是中国的经济展望 中国于202年的经济增速 是同比增长3% 2023年的增速是5% 把经济数据所显示的趋势 改为文字的描述 那么中国的主权展望 应该是稳定 而不是目的所说的负面 按照数据说话 这个说法才应该是比较中肯的说法 相较于中国 美国于2023年 经济增速的预测值是2.1% 2022年的经济增速 是同比增长 2.2% 民意GDP的增速是8.5% 目的调降美国主权信用评级 才对 不过 目的于上个月 11月10号 还真的下调了 美国主权信用评级 将其评级展望 有稳定 下调至负面 但是 仍然维持在最高级的 AAA 目的调整美国信用评级的理由 类似 目的认为 美国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财政措施 以减少财政的开支 或是增加财政收入 预计 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将持续 其常债能力将显著的削弱 除此之外 目的还担忧 美国国会两党的冲突加剧 这会影响美国债务的安全性 如果真的是拿一个苹果 跟另一个苹果相比 美国的债务问题 由于利率升高的缘故 其前景严重多了 已经不能够维持最高评级的AAA 拿苹果跟苹果比 这是美国人的说法 Comparing apples to apples 如果从中美博弈和战略的角度来看 画面会比较清晰一些 由于美联储对明年的利率政策 可能会做出调整 美联储可能于明年开始降息 既然要降息 就会做出一些事先的铺陈 会推出一些配合的措施 总不能说 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了 美国的经济展望是负面 而美国竞争对手的中国 其经济展望良好吧 于是 穆迪也把中国的主权展望 调降一下 这就拉平了 这逻辑是 既然中美处于经济竞赛 美国的经济是负面的 那么中国的经济展望 也得是负面 否则 这不利于往后美债的发行 另外 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改为负面评级 同今年一些外资投行 对中国投资环境的积极看法 也不同 就是论事 穆迪指出的问题 诸如中国房地产和地方债 的确需要注意 这方面可以从几个方向来探讨 一 这些问题大陆政府早已经知道了 而且已经着手进行 只不过 有关楼市的问题 中国政府的应对模式 不见得是海外分析师 或是机构所认定的 举个例子 2000年初期 美国楼市大幅上涨 除了是正常经济因素之外 也是因为 2000年的网络科技泡沫 破裂了 当时抹去了科技业界 约5万亿美元的市值 导致大量失业 美联储因此采取了奖息措施 拉抬美国的经济 只是为了应对科技泡沫 又造成了另一个泡沫 房地产的泡沫 于是 美联储再度翻转利率政策 改为加息 想要以此抑制房价上涨 所造成的泡沫 只不过 对美国房地产的泡沫 实在太大了 最后导致 2008年 因为次贷危机 所带来的金融海啸 并且危机扩散到全球 美国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 有人批评前任美联储主席 艾伦·格林斯潘 由于美联储不断加息的结果 才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 金融危机爆发 格林斯潘的任期 是从1987年8月 到2006年1月 长达19年 但格林斯潘当时反驳这个说法 他说 没有人可以正确预测 经济危机 什么时候会发生 格林斯潘的确没有说错 只不过 有些政策是可以看得出来 其影响的 其最终结果 可能会导致问题的 平时的说 美国在当时 由于利率走低 房价大涨 甚至于是上涨到疯狂的地步 这是看得出来的 然而 知道问题存在 却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这才是问题所在 多年来 大陆房地产上涨 有些热门地区的楼价 上涨了数倍 这也是看得出来的 只是处理的方法 可能不一样 格林斯潘 身为美联储主席 他的方法是加息 但中国的方法不一样 至少 早在2021年 北京就相当清楚 2021年 恒大地产出现爆雷的时候 大陆中央政府 并没有如一些人所预期的 所希望的 出手就恒大 而前一年 蚂蚁金服上市前夕 也被中央政府喊停了 这都说明了 中国政府对地产和金融的问题 是清楚的 既然知道了问题存在 那就要看 怎么去应对了 难道中国政府 也得像当年的美联储主席 格林斯潘一样 采取加息的措施 一直到防止泡沫破裂吗 就连不同的美联储主席 其应对的模式也不一定 2022年3月 美联储面对美国严重的通货膨胀 开始采取了加息的措施 经过11次的连续加息 美国联邦基准利率调涨 5.25% 其中还出现美国银行流动性危机 数家银行爆雷事件 现在 有迹象显示 美联储可能要翻转 这一轮的加息措施 明年某个时候 会采取降息 然而 由于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美联储于今年夏天以来 反反复复 一会儿说 要继续加息 过一阵子 又改为要暂停加息 然后 又说加息并没有结束 其实 美国经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美联储并没有底气继续加息 我们于一个月前 特别指出了这一点 另外 美国股市也出现了泡沫 但是 美国至今并没有采取 任何的让股市降温的动作 所以 不用过于在意目的说了什么 目的所指出的问题 中国政府早已经知道了 而且已经着手应对 而大陆中央政府 向地方政府和国企 提供财政支持 却被目的说成 会造成中央财政成本的问题 反正 中央不处理 会被目的说成是问题 处理了 也会被目的认为是有问题 所以 会面临压力 这会是新一轮的中美经济较量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的会议 已经于8月的时候 将美国长期信用评级 从AAA下调至AA Plus 而近期 另一家国际评级机构 标准普尔 对美国和欧洲发出了 债务违约的警告 标准普尔认为 2020年 美欧可能会出现 债务违约的情况 这表示 明年美欧日等国家的经济重点 是稳经济 尽力维持 经济不至于走向衰退 我们做一个结论 目的对中国主权信用和企业的评级调整 其谋略性和大国平衡性 多过于商业性 其背后更是中美经济较量下的结果 全球的资金是有限的 各国政府和国际大型企业 都在追逐资金 希望将更多的资金引入自己国家或是企业 现在有更多的迹象显示 美联储将于明年的时候开始降息 并且对降息的时间点的预期 已经越来越早 从明年中改为三月 甚至于抑郁的时候就有可能会降息 这才是重点 当美联储降息的时候 更需要注意资金的流向 这包括各国政府 企业和投资人 而中美两国也将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和金融的较量 又过了两个月 提醒大家检查一下 您对我们频道的订阅是否还在 也请大家关注 订阅杨风食品2新频道 过去一个多星期 我们已经将新的视频改在杨风食品2先行发布 我们会将重心慢慢地转移到杨风食品2 谢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这里是风云天下杨风视频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大家平安